这个大胡子气呼呼地跑来 跟汉武帝兴师问罪 原因是武帝为了证明自己 竟然做出杀官夺权出兵 征战敏越国的事情来 武帝一听到魏清搞到兵权的消息 嘴角不自觉歪嘴一笑 可嘴上却是口口声声的斥责 毕竟给人家老成天麻烦了 大胆的严重 真是的 真是让他吃劫 如果我先调解 他怎么可以拒人大度干戈呢 他怎么可以 陈布什是受太皇太后的委托治理三军 像武帝这样无视调兵制度 瞒天过海的私自发兵 对外国开战的行为 是会被严加追究的 但陈布什还是选择 替武帝压住消息 暂且瞒过老太太 你是说太皇太后 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太皇太后竟然身体一直欠安 北将得到消息后 一直还没有敢告诉老人家 对对对 陈将军做得很对 太皇太后的身体 对朝廷来说 是最为至关重要的 要记住 其实城布什是出了名的做事 小心谨慎 他之所以对此事选择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主要是武帝的决策 合乎军心 自从刘邦被匈奴耻辱的困于白登山 无奈折截屈膝开始 几十年来 汉朝弯下的膝盖 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最后没有意外 东欧传来捷报 明月国在听说汉军将大举出动的消息后 解除了对东欧都城的围困 汉武帝以兵不血刃的方式 如愿取得了有生以来第一场军事胜利 太皇太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原则 竟在刘彻唯命发兵的行动中得以实现 但是这一次太皇太后 不仅平静地接受了刘彻的乐规行动 而且将朝廷的决策大权受毁到刘彻手中 依次向天下表明 他实际上是支持他心爱的这位宗儿 东欧国民为了感恩大汉朝的恩德 举国几十万居民离开了他们东海之兵的故土 内牵制大汉朝长江和淮河一带 从此融合进了华夏民族 朝野内外轰动不已 东欧虽小 但也让汉朝臣民感受到了久违的尊严和民族自豪感 这一刻开始 汉武帝成为朝野归心的最高领袖 就连推崇黄老学的许昌和庄清狄之流都对五帝赞不绝口 我们哪 太帝雇了皇上 到底是高皇帝的血脉 从娘台里出来就擅长战略 是啊 我到现在还没还过神来 到底是我等老了 还是皇上运气太好啊 臣早说过 这个皇上是大有为之主 不可等先是之 五帝取得好成绩 最开心的莫过于老太太 他以往限制武帝 其实是怕他年少轻狂 把整个国家带入深渊 通过这一场兵不血刃的胜利 他发现孙儿长大了 而且极有可能成为一代雄主 他终于能给老刘家一个交代 老太太召来成不时 问他当今朝廷谁最适合掌持虎福 我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 要么不说 要说就说实话 成不时老成谋国 他听到太皇太后这样推心致富 知道自己胸中快乐 今日终于可以一土为快了 他太知道将士们的心声了 他们都盼望着朝廷有一位奋发有为 带领他们一血国耻的最高统帅 而这个人很明显了 就是当今皇上汉武帝 此言正合老太太的意思 他把看管多年的虎福交给了成不时 让他转交武帝 并表示从此自己不再干涉朝政 一切事务都有武帝定夺 武帝也真正成为大汉朝第一统治者 就连傲娇的陈阿娇也在长公主的指使下 破天荒的向魏子夫示好 不仅第一次来到魏子夫请宫闲聊 还送来新鲜水蜜桃一篮子 究竟发生什么了 皇后娘娘忽然对臣妾喜笑颜开的 臣妾反倒没有主张了 没什么 太皇太后把虎福交给朕管了 随着武帝的崛起 立下汉马功劳的魏卿 帝位也是水长船高 晋升为太中大夫统领七门全军 主人 很明显两人要去打两句扑克 魏卿不愧是年轻人 精力旺盛得很 两分钟后完事的他 依旧不忘自己的职责 抵住美人的诱惑 半夜起身来到城门查岗 可看在李广眼里 这就是个关系户 没什么真本事地平解跪罢了 不是我一老卖老 像你这样半路杀出的军人 看看城门还可以 若是领兵打仗了 那脑袋都要别在裤腰带上 领旗一展 身仙受死 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说吧 飘然离去 另外一名大功臣炎柱 也是艳赋不浅 为了得到朝廷内部的情报 娇济花刘灵 趁着颜柱酒醉 对她投怀送报 醒酒后的颜柱大放厥词 缠着刘灵要再来一次 说是昨晚喝醉了 没发挥好 难道你不知道本公主 是吴安侯的情人 公主 严大人 你最好看看清楚 你当这是窑子呢 这可是淮南王的官邸 话音刚落 门外就传来 田坟到来的畅报 颜柱被吓得啼酷就跑 田坟也不是空手而来 而是带着壮扬不屑的小玩意 钟南山兴松的丹药 这比你爹恋的那个厉害 能让你飘到云上啊 有一说一 长安交际花的确实至名归 没有金刚转览不了瓷器活 放下广报之交的严柱 和田坟不说 时间一晃过去三年 武帝在朝中 渐渐积累了不少威望 眼看时机成熟 他召来几位重臣 正是向众人安利自己的 大汉代打业务 原来是自从多国 举国人民内牵制大汉境地后 敏越王洛颖 称虚而入吞并了东欧国土 现在不知野心勃勃 还膨胀不已 看到隔壁南越国王 为交替之际 又挥兵南下 继而攻击南越国境 大有称霸整个南方的野心 南越国效仿 东欧国当年 给大汉朝发出援救信 武帝没犹豫 这单代打业务 他接定了 这一决定 派遣大农令韩国率军 从惠基军出发 陈遵旨 派遣大行令王辉 出御章南下 解灭南方之患 陈遵命 对 谁有意义吗 这要是歌以前 许昌庄轻敌之流 高低给你整两句 现在敢夺必必肯定GG 但总有勇士 那就是为所发育的淮南王刘安 他也观星象 发现此番出现的彗星 尾巴有点长 这种星象 也就是当年的七国之乱 勉强媲美 这样的天象 往往预示着 天下必将大乱 刘安一合计 这正是起兵造反的最佳时机 可转念一想 当年七国诸侯和兵 共进都未能成事 他一个小小的淮南国 小胳膊小腿的 又岂是朝廷的对手 刘谦看他爹 又菜又爱玩就来气 你要是怕 我就替你做了 你打算做什么 我要治军系 积金谷 招募赶死之事 一旦朝廷有变 我们就起兵进京 在儿子的怂恿下 最终淮南王同意了起兵计划 但主公的方向 还是从朝廷的内部 于是他一个折子 递上给太皇太后 让他再次接管 朝局阻止五帝发兵 喜欢视频的观众 关注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